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体内的力量不断地往九星破镜缩内灌入 而那九星破镜缩表面也闪烁起来点点星光 优的 九星破镜缩表面处 一颗星辰的图案被点亮 过了片刻 又一颗星辰图案被点亮 再过一会儿 第三颗星辰图案被点亮 到了这时 无论是杨开还是墨小七 都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 两人一身力量浮沉不定 表情都极为艰辛 毕竟是地宝 和两人之力 也根本无法催动起一半的威能 墨小七神色一素 手上灵觉悠然一变 口中娇喝一声 破 下一刻 九星破镜缩微微一晃 忽然冲进了五色光柱之中 紧接着消失不见 而待在缩内的两人 却同时有一种失重感传来 两人都面色一喜 不过并没有掉以轻心 而是继续维持着九星破镜缩的威能 好一会之后 那种不适的感觉才消失不见 两人对视眼 墨小七满怀期待地将九星破镜缩打开 率先窜了出去 紧接着 他的欢呼声传来 杨大哥 我们好像真的来到第三层了 杨开也大为欣喜 出来一看 发现此地跟第二层虽然看着相似 但实则是有一些不同的 流淌在四周的残破法则之力 仿佛密集了许多 也不是很难吗 墨小七嘻嘻一笑 颇为得意 先恢复要紧 第三层比第二层要危险得多 杨开提醒了一句 同时神念外放 查探着四周的情况 确定四周并无危险之后 他这才盘膝坐下 从空间界中取出一瓶灵丹 塞入口中服下 恢复之前消耗的力量 墨小七也一样 不过 他在这么做之前 却是将自己的银毛狮虎兽 飞天顿地服 和那只火麒麟一般的妖兽 统统放了出来 让他们在四周警戒 显得很是小心 残破的法则之力 一日后 杨开与墨小七两人 先后睁开眼睛 各自神光异议 显然已经彻底恢复了过来 墨小七一边将自己的几只 妖兽召回 一边开口问杨开道 杨大哥 既然到了第三层 那可不能白白错过这里的好处 我们是一起行动 还是分头行动 杨开沉吟了一下 反问道 你的意思呢 墨小七嘻嘻一笑 若想安全点的话 我觉得 还是一起行动比较好 但想要更多的好处 还是分开行动 杨大哥你不知道 五色宝塔内的好处 其实并不在这里 滋生出来的天才地宝 也不在于那些 遗落在此地的秘宝 真正的好处 是那些游离在天地之中的 残破法则之力 和星辰本源 这个我之前也听说过 不过我一直没有看到 这是怎么回事 杨开皱了皱眉 墨小七笑道 当然是因为 第一层第二层 其实没多少这些东西的缘故了 但是第三层就不同了 而且 此地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根本无人 与我们竞争 若是能得到一些残破的法则之力 和星辰本源的话 对我们晋升到原境 绝对有巨大的帮助 杨开点点头 微笑道 看你的意思 是想分开行动吗 墨小七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地 吐了吐舌头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即便碰到那些好处 也要分成两份的 杨大哥 我不是不想跟你平分啊 只是 我明白 既然你对自己有信心 那就分开行动吧 杨开微笑地打断了他的话 那杨大哥 你一定要小心 第三层里面 可是有道元镜的妖兽的 你也是 杨开点点头 杨开其实并不担心墨小七 以他的手段 和身上佩戴的那些秘宝 即便真的碰到了道元镜 也就是十一阶的妖兽 也不会有什么大碍 不敌的话 也可以自保 而自己本身更不是太惧怕 实在不行的话 放出妖虫母体便可 只要不碰到大群的 十一阶妖兽围攻 杨开都有自信 在第三层安然无恙 他甚至 还可以借此机会 来凝练自己的血兽 当年在故乡心域之中 凝练出来的血兽大军 如今在星界 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也是时候更新换代一番 两人商议妥当之后 很快便各自 寻了一个方向分开 两人背道而驰 相信 即便五色宝塔 开启到了石线 也不会再次碰面 这样一来 就有了充足的空间 给两人各自寻觅 属于自己的机缘 一日后 杨开站在一块平地之上 双手开合之间 一道道越刃朝前攻去 而在前方不远处 通体雪白之色的 妖虫母体 双剑齐出 划出紫青之光 将紫青双剑 这一套虚王级上品 秘宝的威能 发挥到了极致 妖虫母体四周 冰寒的意境弥漫 附带着冰寒的法则之力 将方圆百丈范围的大地 变成洞土 而妖虫母体的对手 却是一只同为 十一阶的青年金雷柴 这是一只四郎四柴的妖兽 身形不大 行动极为灵活 天生掌握了 火与雷的力量 极为难缠 妖虫母体 如今也能发挥出到 原两层境的力量 可与之缠斗了大半日 依然无法将之毙命 可见这青年金雷柴的 能力之出众 杨开也不敢贸然插手 进他们之间的战斗 只是站在远方 不断地使用空间秘术 干扰那青年金雷柴的动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伤口 出现在这青年金雷柴身上 而随着妖虫母体 冰寒意境的弥漫和侵入 她的对手的动作 也越来越缓慢了 这便是冰寒意境的恐怖之处 她能在无声无息之中 削弱敌人的感知和速度 让敌人在神不知鬼不觉中 变得迟滞 从而丢掉性命 再过两个时辰 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嚎之声 妖虫母体的紫青双剑 终于刺进了敌人的要害之处 带出大片烟红的鲜血 而青年金雷柴的一番临死反扑 也要妖虫母体后退连连 但这不过是徒劳的挣扎 片刻后 青年金雷柴的双眸失去了神采 跌倒在地上 再也不动了 直到这时 杨开才迈不上钱 妖虫母体嘴巴一张 将紫青双剑吞入口中 旋即扑腹在杨开脚边 轻腻地蹭了蹭她 一般的血兽 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 可是妖虫母体 本就有自己混沌的灵质 所以行为稍微有些灵性 也可以解释 蹲在那青年金雷柴面前 杨开思索片刻 还是决定将她凝练成自己的血兽 她从指尖逼出一道金血丝 刺进青年金雷柴的尸体之中 盘膝坐在她面前 掐动灵绝 以凝练血兽之法 炮制起来 半日后 已经死去的青年金雷柴一个摇晃 又重新站了起来 不过此刻的她 却是双眸暗淡 没有丝毫神采 而且整个兽身上 都散发着一层淡淡的血气之光 这是血兽最显著的特征 杨开略微感知一番 确定这只新的血兽实力 没有跌落到虚王境的层次 而是依然维持着道元境 不禁大为满意 有妖虫母体 和青年金雷柴两大血兽守护 这第三层大部分地方 她如今都大可取得了 不用再担心遇到什么危险 当即 杨开便带着两只血兽 继续探索 两日后 杨开盘膝坐在第三层某处 面上挂着欣喜的表情 莫运玄弓 而与此同时 从那天空之中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流光 不断地朝她身上积射着 如乳燕归巢 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这些肉眼可见的流光 其中赫然便蕴藏了 这片上古战场的 残破法则之力 这便是莫小七口中所说的 五色宝塔内部最大的好处了 杨开也是偶然路过这里 才有所发现 当即不再迟疑 连忙运弓吸收 她将这些流光吸收入体 便可清楚地洞察法则的玄妙之处 为她日后晋升到原境 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过很快 她就发现了一个奇特的事情 那便是这些流光 在进入自己体内之后 所携带的残破法则之力太过庞大 自己根本来不及全部吸收 可他们也没有就此消失 反而齐齐朝玄界诸所在的位置 涌去 继而消失不见 从法身那边传递回来的讯息 让杨开得知 这些消失的法则之力 竟全都涌进了小玄界之中 小玄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小玄界内的空间 随着法则之力的灌入 变得越来越广袤 越来越宏大 逐渐地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世界的轮廓 而小玄界内部 似乎也因为这些法则之力的灌入 发生了一些说不清到不明的变化 杨开本来还有些不太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不过仔细一思索 却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玄界诸世地宝 是一位实力强大的帝尊敬强者 炼化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而形成的空间秘宝 它内部的法则并不完善 所以即便可以助人 可以容纳生灵在其中修炼 但依然无法如真正的世界那样 而此刻 从五色宝塔内涌入的法则之力 便在帮小玄界完善自己的法则 一旦玄界诸内的法则得以完全 那小玄界就真正地成为一个世界了 这个猜测的正确性 杨开暂时无法验证 但想来也八九不离时 所以 它并没有太惊慌 而是放之认之 反正这是五色宝塔内部残存的法则之力 吸收再多对它也无碍 这一番吸纳 便是大半日的时间 等到天空之中再无流光坠落的时候 杨开不仅有些意犹未尽地睁开了眼睛 用心体悟 杨开发现自己对法则之力的理解 确实有所提升 隐约明白了道元净的一些神奇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而且 小玄界也没有得到满足 它似乎还能吸收更多的法则之力 变得更加完善 站起身来 杨开继续寻觅着 杨开所不知道的是 如他刚才那样的修炼之地 本来应该足够十几个虚王镜武者 晋升道元净之用 可却因为玄界珠的存在 将大部分法则吸纳 不但缩短了他自己的感悟时间 同时也让那一片修炼之地 在未来百年来变得寻常普通 不再具备任何神奇 此事若是叫新神宫知道的话 势必不会与他善罢甘休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样的修炼之地 是新神宫的一种根基所在 坏人宗门根基 这事可不小 接下来的几日 杨开一直在寻觅类似之前的位置 可惜这种地方好像真的很少 他竟一直没有发现 而在这几日 他也遭遇了一些妖兽的袭击 不过有妖虫母体 和青年金雷柴两大血兽的守护 这些妖兽自然拿杨开 没什么办法 要么惨死在两大血兽的围攻之下 要么见机不妙 逃之夭夭 杨开没在凝练新的血兽 而是将死去的妖兽尸体处理一番 取出内丹和一切有价值的部位 准备日后使用或者售卖 以前的故乡心育中的作为 让他明白 血兽不需要太多 太多的话控制起来 也极其消耗神石之力 而且宁恋血兽 不但要消耗自身的金血丝 也等于放弃了妖兽尸身的材料 着实有些划不来 接连几日的寻觅无果 让杨开心情有些不美妙 他不知道五色宝塔什么时候会关闭 但这一次 五色宝塔开启的时间也不短了 想来应该维持不了多久 如今难得的机缘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所以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寻觅更多的流光 抢了别人的好处 这一日 杨开正贴着地面飞行 忽然身形一顿 抬头望着远方的天空 在那极远的位置上 天空之中 竟有一道道流光滑过 坠落向下方的大地 宛若流星雨一般 绚丽多姿 那些流光 赫然便是 他苦寻数日的残破法则之力 只是看那流光的数量 比起自己第一次碰到的 要规模宏大的多 数量也多了无数倍 他大喜过望 不再迟疑 陡然加速朝那边冲去 三个时辰后 杨开来到了一个山谷之地 若木所见 顿时让他正在原地 在那山谷的中心处 有一大团明亮的存在 正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而与此同时 天空之中 依然不断地有流光坠落下来 汇聚到这团光芒之中 增添了他的亮度 这一团光芒 赫然便是天空之中 那些流光的聚集体 这么多 绕是杨开心里有所准备 也被眼前这一幕给震住了 之前他和玄介珠吸收的流光 总数加起来 恐怕也不足这里的百分之一 但是那些便让杨开受益无穷了 更让玄介珠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若是能将此地的流光 全部吸收干净的话 他对法则之力的领悟 必定可以提升到 到圆境的层次 日后晋升起来 只怕没有丝毫难度 甚至 玄介珠内部的小玄介 也可以发生根本的变化 面色一喜 杨开便直接窜了出去 在距离那团光芒 差不多有30丈的位置上 驻足下来 不是他不想靠近 而是这团光芒之中 所包含的法则之力太过庞大 碾压成积粉 面前的光团 甚至因为太过庞大 发生嗡嗡的声响 显得很是不稳定的样子 杨开深吸一口气 将妖虫母体 和青年惊雷柴放出 让他们在附近守护 自己则盘膝坐了下来 运转攻法 煞世间 仿佛受到了一种 无形的牵引力斑 那巨大光团之中 击射出一道道悬光 朝杨开所在之地涌来 这些悬光 没有丝毫杀伤 纷纷涌进杨开体内 消失不见 而在悬光涌入的瞬间 杨开便感觉到 自己可以洞察法则的玄妙了 当下 他不再迟疑 沉静心神 用心体悟起来 他一个虚王镜 根本没办法 吸收那些多的悬光 与上次一样 当他的身体能力 超出极限的时候 那些悬光便纷纷涌进 悬界珠内 化为小悬界内世界的一部分 完善着小悬界的法则 时间缓缓流逝 杨开的表情 开始变幻不已 时而皱眉 时而疏开 时而一脸茫然 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不过杨开整个人 就仿佛无底洞一样 无论来多少悬光 都将之吸纳不误 时间一晃 便是三四日功夫 经由杨开这般 无底线的吸收 那巨大光团此刻 都已经缩小了好几倍 散发出来的光芒 也不如之前那般浓郁了 不过依然不断地 有悬光从中激射出来 涌进杨开的身体 消失不见 某一刻 杨开忽然睁眼 面上浮现出一片 若有所思的神色 沉影片刻 他忽然伸手 在前方空间一滑 指尖处 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流淌 在他手指滑过的地方 赫然出现了一条漆黑的空间裂缝 杨开此刻 并没有动用自身的空间力量 却依然能做到这种程度 一切都得归功于天地的法则之力 导元进武者 初步洞悉法则 可以调动法则之力为己用 增强自己的杀招 杨开此刻 赫然便已经触摸到了法则的边缘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这几日 无底线的感悟和吸收 不过 他所洞悉的法则之力 还依旧浅薄 所以 当他的手指滑过之后 那细小的空间裂缝 便立刻恢复如初 没法维持太长的时间 他神念一动 那是自己体内的虚念经 只见原本就黑油油 仿佛黑洞一般的虚念经 此刻表面竟然流淌出一丝淡淡的荧光 杨开的虚念经 凝炼的是 他对空间力量的所有感悟和心得 能够让他在空间力量上的施展有所增益 而此刻洞悉了法则之力之后 虚念经便附带上了法则的力量 变得更加莫测难明 从今往后 杨开只要愿意 便可以稍稍调动天地的法则之力 而且 还是诡异莫名的空间法则 这种增幅是一种质变 是根本上的改变 虽然以他现在的实力修为 没办法动用太多次 可一旦晋升到道元境 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他满意地闭上眼睛 再次与小玄界一起吸收面前的玄光 又是两日后 那团光芒已经缩小了十几倍 而且散发出来的光亮 也变得有些暗淡了 似乎经由这样这么一吸收 变得所剩无几的样子 杨开对此毫无察觉 只沉浸在自身的感悟之中 漠然 一声轻微的声音声 从前方传来 声音虽轻 却极为真实 杨开本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但当第二声声音声传来的时候 他才脸色一变 连忙睁开眼睛 与此同时 受他心情的变化影响 一直在附近警戒守护的妖虫母体 和青年金雷柴 也急速返回 守护在他身边 而杨开此刻 却是瞪大了眼珠子 傻傻地凝视着前方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好半场才低呼一声 竟然有人 直到此刻 他才发现 面前的那光团之中 竟然有一道人影的存在 先前那光团太过明亮 法则之力太过浓郁 他也没有丝毫察觉内部的异常 直到现在 光团削弱到了一定程度 里面的人影才显露出来 这人是本来就在里面 还是后来跑进去的 而这人又是什么人 杨开彻底茫然了 不过 从那曼妙的身影来看 光团之中的存在 赫然是个女子 杨开一下就联想到了墨小七身上 毕竟在这第三层之中 如今也只有他跟墨小七两个 活人存在 可仔细一想又不对 自己分明 与墨小七背道而驰 他怎么可能提前藏身 在这光团之中 而且 那人影的曲线 也跟墨小七有些不同 该不会 是被封印在此地的老怪物吧 杨开想起之前在第二层遭遇的木霄 心中不禁有所猜测 一下子冷汗淋淋起来 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察觉到 对面的女子 微微睁眼了眼皮 一双明亮的眸子 隔着光团瞧了自己一眼 杨开眉头一皱 连忙起身 警惕地注视前方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只是看了他一眼 便重新闭上了眉眸 仿佛当他不存在一样 不过很快 杨开就明白 他为何如此了 就在女子闭上眼睛没意会 那天空之中 竟然灵气激荡 女子所在附近 一块块上好的元晶爆裂 化为精纯而浓郁的天地灵气 汇聚到一块 紧接着 天空中闷雷滚滚 一大片乌云漠然诞生 其中甚至还有闪电划过的迹象 那爆裂的元晶形成的天地灵气 疯狂地朝上空聚集 眨眼之间 就形成了极为恐怖的异象 突破 杨开不禁倒退了几步 脸色一阵变换 这女子赫然是要在这里 突破一个大境界 而眼前的异象 显然就是突破大境界时 需要迎接的天地洗礼 此时 杨开也察觉到了 那女子的真实修为 居然跟自己是一样的 都是虚王三层镜顶峰 若做突破的话 那便是道元晶了 这女子应该不是什么 被封印在这里无数年的老怪物 而是跟自己一样 从风铃城进来的舞者 杨开心中做出判断 只是 不知道她到底用的什么方法 竟然也能进入第三层 这个念头涌起 让杨开心头一领 不管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 既然能深入到第三层来 显然都非同一般 而她特意来到第三层 恐怕就是为了突破自身境界的 而之前那个巨大的光球 想来应该就是她聚集过来的了 换句话说 自己似乎是抢了人家的好处啊 煞时间 杨开冷汗沉沙下 是非之地 不宜多留 万一等她晋升之后 要找自己的麻烦 杨开虽然不太惧怕一个刚晋升的道元晶 但这总归是一件麻烦事 所以 在反应过来之后 立刻不要脚底抹油 而就在这时 那边的女子似乎也洞悉了杨开的意图 忽然开口道 乖乖地站在那里别动 否则我要你好看 声音清脆悦耳 极为动听 杨开既然打定主意要走 哪还会理她 当即大手一招 将两只血兽收了起来 腾空便要飞走 女子却是冷哼一声 牵牵御手抬起 御手上涌现出大片星光 那些星光在极短的时间内 汇聚成一道剑矢的形态 被她一挥之下 便直朝杨开射去 破空声响起 攻击未到 杨开便感觉到背后一片寒意 大害之下 转身挥出两拳 煞时间 风起云涌 凝聚成实质的拳风 与那星矢碰撞在一起 发出剧烈的声响 气浪朝四周席卷 杨开借着反冲的力道 一瞬间飘出老远 从始至终 他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跑得真是快 光团之中 女子咬牙切齿 戴眉紧皱着 有些茫然道 奇怪了 第三层怎么会有人的 而且这家伙 似乎也不是一般的虚王镜 返回 女子本身就不是一般的虚王镜 如今更在突破的边缘 发出的一击 自然威力非凡 可不是一般的虚王镜 能够抵挡的 杨开接她一招安然无视 甚至借助冲力更快地退去 让女子对她的实力 有了一个大概的猜测 小小的风临城 竟然有这样的舞者 女子戴眉紧皱 神色显得颇为惊奇 不过很快 她就没时间去思考了 因为突破一个大境界的 天地洗礼即将到来 她也只能摒弃凝神 专心对待 不多久 天空之中 一道道巨大的能量 如惊雷一般轰击而下 朝女子所在之地落去 杨开一直远顿了百里左右 才慢慢停下步伐 她也不知道 在这第三层中碰到的女子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又是用什么方法进入此地的 但既然 自己抢了人家不少好处 那当然是仙澈为妙 对方正在突破的关头 显然不可能追逐过来 所以 杨开倒也不是太担心 背后远处 传来一阵阵闷雷般的声响 回首望去 似乎还能见到那边的天地异象 杨开立刻知道 对方已经在承受 天地能量的洗礼了 一旦成功 便可晋升为道远镜 而从那女子之前的状态来看 显然是为这一刻准备多时 只怕成功的几率不小 一念至此 杨开再次迈开步伐 朝与那女子反方向的位置行去 接下来的几日时间 杨开收获颇微 甚至还遭遇了一些凶险 被一只十一阶顶峰的妖兽追杀两久 十一阶顶峰 差不多相当于道远三层进武者了 根本不是杨开现在的实力能够低档的 洛飞有妖虫母体 和青年金雷柴守护 更坚冻吸了一丝空间法则之妙 只怕真要有大麻烦 好不容易摆脱了那凶兽的追击 杨开才刚刚恢复半日时间 便忽然感觉到周围空间一景 隐约有一股天地伪力 从四周挤而来 让他完全动弹不得 他脸色大变 还不等他运功抵挡 脚底下便忽然出现了一个 玄妙至极的法阵 法阵滴溜溜地旋转着 传来一股犀利 将杨开牢牢地定在原地 下一刻便彻底将他吞噬 熟悉的失重感传来 杨开这才放松下来 因为他知道 这应该是五色宝塔关闭了 所有还存活在宝塔内的舞者 都被传送出来的缘故 当下放松了抵抗 任由法阵之力牵引自己 果不其然 等到杨开事业恢复的时候 已经重新返回到了 城主府的广场之上 四周密密麻麻的人群 摩肩接踵 全都一脸痛楚的表情 显然还没从传送之中缓过神 未免太过特立独行 杨开也洋装出一副不适的样子 慢慢行转 四周立刻传来嘈杂的声音 风铃城的舞者们 这一次进入五色宝塔 自然有人得了大机缘 也有人空手而回 更有人雨落其中 如今一切结束 那情景当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不过 风铃城舞者 进入五色宝塔时 数量几万 如今却只有一大半活着回来了 剩下的全都葬身在了宝塔内部 可见五色宝塔内 虽然机缘不少 但其实也凶险万分 那几位帝尊静 似乎一直端坐在高台之上 没有动弹过 居中的萧宇阳目光如电 只是在人群之中微微一扫 便定格在一个蓝沙蒙面 身材曼妙的女子身上 那女子一双灿若星辰的毛子 也正好朝萧宇阳望去 两者对视一眼 女子轻轻点头 萧宇阳顿时发出呵呵的爽朗笑声 显得大为开心 萧大人心情似乎不错呀 坐在萧宇阳右手边的陈文浩 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萧宇阳微笑道 马马虎虎吧 陈兄有意见 不敢不敢 陈文浩脸皮一抽 连忙示弱 虽然他是天舞圣地的强者 更有帝尊一层镜的强大修为 但萧宇阳可是新神功的迎新使 连修为也要高他一层 在萧宇阳面前 陈文浩哪也敢有什么放肆 不过 这小小的风陵城 竟然有如此多舞者 能够活着从五色宝塔里出来 倒是让人大为意外啊 吴华殿的风鸣 一双眼睛在人群中来回扫尸 仿佛是想寻找好的苗子一样 口上道 断城主有福了 风陵城也算是人才济济 这一次虽然损失不小 但单凭这些活下来的人 日后也必定可以为风陵城 撑起另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封大人过奖了 都是托了几位大人的福 风陵城城主段元山 笑得何不拢嘴 语气异常谦卑 诚如风鸣所说 这一次五色宝塔在风陵城开启 虽然让风陵城的舞者损失巨大 但是 这绝对是有价值的 从五色宝塔内 活着回来的这些人当中 日后只要有千分之一能更进一步 都足以让风陵城的实力 提升好几个档次 他还在人群之中 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段天赐 一副神光意义的样子 显然收获不小 哪有不开心的道理 就在这时候 段元山忽然眉头一皱 从自己怀里 取出一个传讯罗盘 神念灌入其中 紧接着 神色大变 他猛地抬头 朝人群中的段天赐望去 只见后者朝他点了点头 而就在这时 另外几道信息 也紧接着从传讯罗盘里传了出来 所述竟然都是同一件事 而这些信息 全都来自风陵城各大家族的家主们 段城主 发生什么事了 脸色如此难看 风鸣奇怪地瞧着段元山 开口问道 几位大人 大事不好了 段元山闻言 连忙上前几步 功身毅力 风鸣一笑 段城主妾不要威严耸听 有我几人坐镇在此 有何大事不好 也难怪他有这个自信 毕竟此地有五位帝尊境 其中一位更是帝尊两层境 只要不是十大帝尊中的 一人来屠城 他们都完全可以应付 段元山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开口道 是这样的 我风鸣城的舞者们 在宝塔第二层处 打破了一道封印 从封印里面放出来一只上古木枭 什么 风鸣闻言 脸色一变 霍地站起身来 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 段某也是刚接到各大家主的汇报 没有丝毫耽搁 便来禀告 木枭 宝塔第二处有木枭 一直未曾说话的一个少妇 戴眉一皱 惊奇地问道 这少妇赫然便是青阳神殿的高雪亭 也有着帝尊一层境的强大修为 能与风鸣等人平起平坐 木枭可不好对付 而且竟还是一只上古木枭 肭大人 此事你怎么不早点告知 陈文浩有些埋怨地看了肖宇阳一眼 肖宇阳翻了个白眼 道 五色宝塔不是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它内部的东西便是大地本人 也无法查探得清楚 许多封印静置都隐蔽极深 即便是大地清零 也不一定能发现的了 这一只被放出来的木枭 极有可能就是被封印在隐蔽之所了 他这么一解释 其他人倒不好在说什么 还请几位大人出手 将那木枭斩除 否则必成我风鸣城一大祸化 段元山一脸央求地 看着六位狄尊敬道 区区一只木枭而已 段成主怕他做什么 而且 他已被封印无数年 实力下跌得肯定厉害 无需我们出手 段成主自己便可将之灭杀 风鸣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段元山苦着脸道 封大人有所不知 据在下接到的消息 说这只木枭可以吞噬五者血肉精华 迅速恢复力量 而且 还可以散播木种 潜伏在五者体内 带到何时时机破壳而出 占据五者肉身 化身万千 我风鸣城的舞者当中 只怕有人已经中招了 有这种事 这一下 六位帝尊敬都不禁微微变色 千真万确 此消息是犬子告知 他便险些遭遇一个 被木种潜伏肉身的同伴的毒手 段元山连忙打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情况倒有些严重了 萧与阳神色一速 陈音片刻道 好 木枭既然是从我新神宫的五色宝塔内出来的 那萧某也不能坐视不管 这样吧 段成主你 先去开启风鸣城静止 关闭城门 许进不许出 另外 让还留在这里 舞者一个也别走 咱们就来个关门打狗 是 多谢大人援手 段元山见状大喜 连忙转身 提升纵气 朗鹤道 诸位 皆兴使大人之命 请诸位先在此地停留片刻 几位大人有事需要处理 待事情处理完毕之后 自会让儿等离去 还请诸位多多配合 此言一出 下方喧闹的广场 请客间鸦雀无声起来 全都愕然地朝段元山望去 正在用阴珠连兴莫小气的阳开 也不禁抬起了头 眉头微微一皱 不知道段元山 和那几位帝尊静 到底要干什么 不过帝尊静强者的名头 实在太大 所以 纵然留在广场的舞者们 心中有些不满 却也不敢表露分毫 而是听话地站在原地 只见高台上的六位帝尊静 凑到一起 简单地商议了一番之后 其中四人忽然身形一晃 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萧宇阳 和那个少妇高雪亭 还在原地 而就在这时 整个枫林城 忽然一阵嗡鸣 天空之中 立刻多出了一层 明晃晃的能量罩 如一只大碗般 将整个枫林城罩住了 木霄之祸 这一幕 一边让不少留在广场上的舞者们 脸色难看起来 却设于帝尊静强者实力 不敢有什么不敬的地方 当下一个个都猜测起来 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就在此时 端坐在高台之上的 萧宇阳 与高雪亭对视一眼 齐齐站了起来 下一刻 两大庞大无比的神念 犹如实质一般席卷四方 将偌大的广场全部笼罩 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一瞬间 浑身僵硬 毕竟被两位帝尊静强者 用神念扫尸 任谁都不会太舒服 在那强大的神念面前 自己身体内的秘密 似乎无所遁形 马上就要暴露的样子 不过很快 这两道神念便收了回去 让众人心中一松 看样子 确实是有不少人中招了呀 萧宇阳忽然微微一笑 伸手朝前方一点 那指尖处 一道流光漠然击射出去 流光的速度极快 只是一眨眼 就来到了一个身穿蓝衣的男性舞者面前 直直地朝他腹部出射来 那蓝衣舞者 有虚王两层镜的修为 眼见帝尊镜朝他出手 不禁骇然变色 大呼道 星矢大人你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小小一个虚王镜 有和资格近扰的新神功的迎星矢 亲自朝自己出手 话还没说完 那流光便击中了他的小腹 这蓝衣男子不禁闷哼一声 如被距离撞击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跌在人群之中 而与此同时 从他的后背处 那一道流光鸡事出 不过此刻 流光之中 似乎还包裹了什么东西一样 众人仔细望去 赫然发现 那东西 竟是一枚椭圆形的青色种子 啪 的一声轻响 流光爆裂开来 那种子也在爆裂之中 荡然无存 化为鸡粉 隐约有尖锐的鸣叫声 从种子内部传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不禁脸色大变 任谁都知道 那蓝衣男子体内 应该是有什么异常了 而萧宇阳之所以冲他下手 也就是为了驱除这种异常 在扭头看去 那被悬光击穿身躯的蓝衣男子 此刻虽然脸色苍白 仿佛元气大伤的样子 但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没有性命之忧 萧宇阳并没有看向他 而是嘴角边 挂着一抹玩世不恭的绩效 食指连连弹动 一道道如刚才一般的流光 击射四方 分别打向人群中的不同舞者 而在萧宇阳这番动作的同时 高雪亭也行动了起来 这少傅单手神色肃穆 单手凌空视觉 化为一道道符文图案 紧接着 分裂成一张张小网模样 也朝四面八方飞射出去 那些小网仿佛有自己的灵性 很快便寻找好了各自的目标 直接网过一个个舞者的身躯 那些被小网笼罩的舞者 个个都闷哼一声 小网却仿若穿过无形之物般 从这些舞者的身后穿出 可此刻 这些小网之中 竟也多出了一枚枚青色的种子 少傅在一掐绝 那些小网纷纷爆裂开来 被网在其中的种子也一同爆碎 这是什么 有舞者惊恐大叫起来 连连后退 虽然两大帝尊敬强者出手 没有要取人性命的打算 但见到附近舞者体内 竟然有这种古怪的种子之后 剩下不少人还是惊恐起来 而就在这时 广场之中 一声声淒厉的惨叫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紧接着 狂暴的力量涌动 人群之中 忽然多出了一个个奇形怪状 仿佛树木一般的存在 这些东西乍看起来 跟树木没有什么区别 但却散发着极为邪恶的气息 而在树干的中心处 赫然还有一张张人脸 杨开此刻也是吓了一跳 他亲眼看到 自己身边的一个舞者 在极短的时间内 发生了巨变 这舞者本来还与自己的同伴有说有笑 讨论着这一次进入五色宝塔的机缘 一脸兴奋的模样 可就在刚才 他竟忽然变得痛楚至极 与此同时 他腹部处竟亮起了青色的光芒 皮肤均裂 鲜血直流 而从他的血肉之中 似乎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钻了出来 前后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这个舞者就在他眼前 变成了一颗树木模样的存在 而这舞者的脸部 便镶嵌在树干的正中心 表情猙獰的挣扎嚎叫着 很快没了动静 吃吃吃吃 这树木内部 即设出一道道青色的藤蔓 疯狂地朝四周抽打残刺 附近的几个舞者意识不察 其中一人竟被这藤蔓刺穿了身躯 藤蔓中传来咕咚咕咚的声响 仿佛正在吞噬着什么 而那被刺穿身躯的舞者 竟在极短的时间内 肉身干瘪下去 木霄 杨开失声惊呼 眼前这一幕是何等的熟悉 正是他此前 在五色宝塔第二层 遇见过木霄的场景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封灵城的广场之中 竟然会再次见到 喊出这句话的同时 杨开便急速后退 同时催动不灭五行剑的火之剑气 朝刺向自己的藤蔓砍下 碰的一声 燃烧的火之剑 劈砍掉藤蔓的顶段尖刺 杨开借助这个力道 飘然后撤 而就这时 已经有许多舞者认出了 这一意变的罪魁祸首 顷刻间 木霄之名在广场之上流传起来 都给本座运转力量抵挡 别让木种侵入体内 立刻有所了然 连忙运转力量 覆盖周身 以免不小心中招 其他反应快的舞者 也如杨开这般 那些反应慢的舞者 有的运气好逃过一劫 有的运气不济 果然被细小的木种侵入体内 然后在极短的时间 变成了木霄的分身 高抬之上 萧与杨冷哼一声 一身力量狂暴涌动 把手一指 隔空就点杀了好几个木霄分身 那高雪亭也极为厉害 眼见场面已经有些无法控制 出手自然不再留情 极为利索地斩杀起那些木霄分身来 而与此同时 其他四位帝尊静 在整个枫灵城 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之前众多舞者 从五色宝塔返回广场的时候 便有不少人立刻离开了 而这些人之中 自然是有被木霄木种侵蚀体内的舞者 此刻见机不妙 都纷纷露出了原形 一时间 六大帝尊静 就如砍瓜切菜一般 击杀着那些木霄分身 而枫灵城的舞者们 在意识到木霄的难缠之后 也纷纷施展力量自保起来 一时间 整个枫灵城都陷入了乱战之中 不过总体局势来说 还是很明朗的 这些木霄分身并不算强大 只不过手段太过诡异而已 散发出来的木霄木种 可以无声无息地侵入舞者体内 可舞者若是有所准备 被侵入的几率 就会大降许多 众多舞者联手之下 木霄的危机 似乎很快就被解除了 半日之后 枫灵城内 到处都躺着木霄的分身尸体 这些尸体 原本都是枫灵城舞者的 不过在被木种侵蚀之后 都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存在 六大帝尊敬 未免不能斩草除根 特意分头行动 在整个枫灵城巡视起来 这一巡视 果然又找到一些隐蔽起来的木种 这个情况足足持续了两日功夫 枫灵城的混乱 才逐渐平息 在这两日内 枫灵城舞者因此而亡的 足足有数千之多 可见木霄的恐怖 他甚至不需要亲自出手 只怕整个枫灵城都要生灵涂炭 杨开也总算认识到 这家伙的恐怖之处 觉得莫小七当日说 由帝尊敬强者 陨落在木霄手中 恐怕并非空穴来风 这两日 他也一直在积极地配合其他舞者 斩杀寻找木霄分身 毕竟整个枫灵城的舞者 都这般做了 他若是不做的话 肯定会被视作异类 被人敌视 而在此过程中 莫小七和康思然 都多次询问过他的安危 得到他一切无恙的消息之后 两人这才安心 待到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杨开前去灵丹坊 与康思然见了一面 约定好下次来炼丹的时间 这才施施然朝自己 租住的洞府处行去 他需要好好整理一下 自己这一次 进入五色宝塔的所得 与此同时 城主府中 六大帝尊敬强者汇聚一堂 断元山依然站在下手处 几个帝尊敬强者的神色 不如之前那般轻松血液 反而都有些凝重 几位大人 那木霄 真的已经彻底灭除了吗 断元山迟疑许久 才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他此前亲手击杀了 自己的两个亲信 也彻底认识到 那木霄的难以剿灭 所以心情很是沉重 我若说彻底灭除的话 你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萧宇阳抬头看了他一眼 大人的意思是 断元山脸色微变 萧宇阳叹了口气道 木霄有很多种类 天赋能力各有不同 这一只木霄 确实出乎本作的意料 本作也不敢保证它 断元山神色一害 道 以几位大人的手段 竟也不能肯定 高雪听道 无法肯定 除非你将整个风陵城的舞者 全部召集过来 让我等一一用神念检查 如此才能确定下来 怎敢劳烦六位大人 如此兴师动众 断元山吓了一跳 连忙告罪 名额 整个风陵城舞者 何其之多 但是这一次 进入五色宝塔的虚王镜 和反虚镜 便有数万 更不要说底下的人了 虽然没有经过确切的统计 风陵城的舞者数量 就算没有百万 也有四五十万之举 如此多的舞者 若真让六大帝尊敬一一检查的话 且不说他们 有没有这个心思和精力 即便有 持续的时间也绝对不短 在如此长的时间内 说不定又有什么一遍发生 所以 这种处理方法是 完全无法实现的 虽然我们也无法确定 那木霄是否已经死绝 但你放心 它损失如此之多的牧种 即便没有死绝 只怕也已经元气大伤 想要在短时间内出来作乱 怕是不可能了 你只需吩咐城中舞者 多多检查自身情况 便可防患于未然 高雪亭淡淡道 谨遵高大人之命 事已至此 段元山也知道 除了这个法子之外 再无良策 只能点头应诺 好了 你出去吧 我等还有些事需要商议 萧宇阳忽然摆了白手吩咐道 段元山再次告罪一声 连忙退去 不敢有丝毫不公 虽然这里是他的城主府 但面前这几位帝尊敬 都来头极大 根本不是他能够招惹的 平日里见上其中一人一面 都极为难得 这次更是六人齐聚 他哪敢有什么忤逆 待到段元山离去之后 萧宇阳才忽然伸手一挥 一层无形的力量跌宕出去 将六人所在的房间笼罩 七要商会的副会长增援 眼睛一眯 有些诧异道 萧大人还有何事 竟需要这般谨慎 难道是因为那木萧 紫园商会的副会长 娄斥也敬意发问 萧宇阳微微一笑 自然不是 区区一只木萧 怎会让本作如此重视 本作接下来要跟你们商谈的 乃是穗星海一事 穗星海 此言一出 其他五位帝尊敬 都不禁微微变色 无华殿的风鸣若有所思地道 萧大人的意思是 穗星海的入口快要开启了 其他人也都一脸神情 振奋地望着萧宇阳 似乎对着穗星海 极为在意的样子 不日前 接大帝传讯 穗星海的入口 确实快要打开了 不过具体时间 大帝暂时还无法推算出来 只知道应该要快了 萧宇阳神色一速 遥望南方 微微抱拳道 众人自然知道 他口中的大帝 到底是什么人 在整个南域 能用大帝作为称号的 也只有十大帝尊之一 新神宫的掌舵人 明月大帝 即使大帝所说 那应该是错不了 高雪亭微微汗手道 萧大人 此事我等宗门可都知晓 萧宇阳一笑道 高师妹放心 大帝已经让人传讯 给诸位所在的宗门 告知此事 另外大帝传讯 我等既然有缘再次汇聚 那便简单地商讨一下此事 原来如此 陈文浩点头道 我等虽然都在南域 但平日里聚集到一起也不容易 更何况是六大势力齐聚 趁这个机会商讨一下 也确实不错 大帝正是这个意思 也省得我们再约时间 萧宇阳微笑道 诸位也都知道 这穗星海之所以会诞生 跟那位是天大帝 有莫大的关系 当初那位是天大帝 纵横天下 何等张狂自在 吞噬天地万物 化为己身强大的资本 连那日月星辰也难逃其手 最终还是惹得天怒人怨 不为天地所容 可 风鸣倾壳一声 善善道 萧大人 这些世人所知的虚假消息 我们就不必当真了吧 萧宇阳呵呵一笑 这是自然 底层的舞者知道 试天大帝陨落的原因 是为天地所不容 其实真正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心知肚明 不过那一战 环雨崩碎 天地变色 碎星海也由此而诞生 自成一见 只可惜 碎星海虽然广袤庞大 但是能够容纳的极限 却是到原境 我等无福进入 贸然进入其中的话 只会让碎星海崩溃 要知道 那里面可是有不少破碎的星辰的 更有许多星辰本源 若是能吸收一二 对我们可是大有好处的 此言一出 其他五位帝尊敬 都大为心动的样子 不过很快 众人又叹息一声 高雪听到 也正因此 历次来碎星海开启 帝尊敬根本不得进去其中 若非如此 我等也有个好去处了 高师妹若是有意 也可进去试试机缘啊 风鸣呵呵一笑 高雪听冷哼一声 大帝明令在那 我可不想被大帝出手击杀 风师兄若不拿自己的性命当回事 大可一试 风鸣碰了的钉子 脸色一扇 也不再多说了 我们虽然无法进入 但门下弟子 却可从中带回星辰本源 你们又何必忧心 到时候 你们若是谁想出售的话 我七要商会全部买了 不惜代价 曾元微微一笑道 这话我也想说呢 我紫园商会 也算家大业大 买点星辰本源 还能承受得起 楼翅连忙接到 两大商会的副会长对视一眼 虽然都在微笑 但隐约有火花见舌 你们两人真是痴心妄想 小雨洋呵呵一笑 罢了 先不说这些 穗星海具体开启时间还没确定呢 你们讨论这些 不觉得太早了吗 只不过穗星海开启 一向是我难遇的盛事 消息一旦传出的话 连其他三遇的人都会赶来 不过这个名额每次都有限制 我们现在需要商讨的 便是名额一事 看看哪个宗门能派几个人进入 洞府之中 静置全部开启 玄界珠遗落在地上 阳开已经深入到了小玄界之中 他将这次从五色宝塔内 得到的几种灵草妙药 一一移植到自己的药源之中 这些灵草妙药 他只能认出一小半来 大多数他都不认得 更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其中几株灵芝 不断地变换着色彩 正是他在五色宝塔内的第一份收获 是从那泥沼下方采集过来的 从他散发出来的灵气上来看 这赫然是一种到园级的药材 价值应该不菲 虽然这么多天没有处理 但这几株灵芝依然生机勃勃 移植到药源之后 更是瞬间适应 毕竟如今小玄界内的药源 既有五枚地脉珠 凝聚天地灵气 更有巨量的重土 这些灵草妙药栽种在这里 比栽种在任何一个 施力的药源里都要得当 相信假以时日 这些灵草妙药 都会茁壮地成长起来 那五株金金草 杨开倒是知道 他们是做什么的 不过想要炼制金金丹的话 还需要采购其他的药材 暂时也不着急 杨开将之一并 移植到了药源之中 除了这些收获之外 便是各种妖兽的身体材料了 杨开稍稍整理一番 准备过些日子 拿出去卖了 反正他如今 也不需要炼制什么秘宝 这些妖兽的身体材料 就又收了起来 他对盗源果 其实并不是太可求 不过如今既然已经得到 那自然是锦上添花 相信 只要炼制成盗源丹的话 便可助他更快地晋升到原境 当然 前提是他体内的力量 要全部转化为原力才行 再接下来 杨开又取出一个玉瓶 神色凝重地注视着他 要说他这一次 进入五色宝塔收获的重中之重 那么除了在第三层中 吸收了大量的残破天地法则 不但让自身对法则之力 有初步的洞悉 还弥补了小玄界的法则之力外 就只有这个玉瓶了 这个玉瓶赫然便是 他从第一层生龙坛里得到的 生龙坛上的十几件宝物 基本上全都是假的 是由幻术形成 但唯有这一个玉瓶里的东西 是真的 当时他也是催动了蔑视魔眼 勘破虚妄之后 才能够确定 在与那段天赐和宗子敬一道 检查生龙坛上的十几件东西的时候 杨开早已悄悄地取出 另外一个玉瓶 偷梁换住了 当时所有人都沉浸在失望 和被愚弄的愤怒之中 几乎没有人察觉到杨开的小动作 唯有秦家的那个情欲 似乎有所发现 后来还找杨开问了问 杨开险些以为真被他给发现了 不过仔细一想 他应该也只是怀疑而已 并不敢确定 玉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杨开也不知道 在五色宝塔内的那些天 他一直没有取出来查探 不过 他隐约猜测到 玉瓶里的东西 应该跟真龙有关 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此刻 他胸口处的那一片真正龙铃 都在微微发烫 似乎与玉瓶里的东西 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鸣 清吸一口气 杨开将玉瓶放在眼前 旋即缓缓地打开了瓶盖 就在这时 一边凸起 一声高亢的龙银之声 忽然从玉瓶之中传出 杨开面色一惊 还没等他查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见玉瓶之中 窜出一条细小的身影 那小身影 约莫只有一纸长短 仿佛一条小蛇一般 此刻他浑身燃烧着灼热的火焰 摇头晃脑 直直地朝上冲去 待脱离了玉瓶的束缚之后 竟是一个白尾 立刻变要远顿的样子 公孙牧 杨开完全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 若是在外面的话 说不定真会被这东西给逃了 可这里毕竟是玄界珠的小玄剑 所以杨开只是微微一愣 便伸手一抓 小玄剑内的天地灵气随心而动 那小小的身影 竟只飞出不足三丈距离 便被无形的力量定在原地 绕世如此 他也依然很不安分地挣扎着 一声声高亢的龙吟从内部传出 直到此刻 杨开才看清他的面貌 这赫然是一条缩小了无数倍的真龙 而且是浑身燃烧烈焰的赤红火龙 杨开吓了一跳 骇然道 幼龙 不过很快 他就发现并非如此 那看似像是幼龙的东西 竟在一个扭曲之中 化为一滴烟红的存在 约莫只有小指甲盖大小 但却仿若岩浆一般 即便隔着三丈远 杨开也能从中感受到灼热的力量 杨开脸色变幻 很快像是想起了什么 惊呼道 龙血 竟是真龙之血 那玉瓶里装的并非是什么幼龙 而是一滴真正的龙血 从之前的情景来看 这赫然是一滴火龙之血 若是让修炼火系力量的武者得到的话 那绝对是巨大的避意 不过他对杨开也并非毫无作用 杨开虽然并非主修火系力量 但是他通过化妖诀 却能融合真龙秘宝 那一枚真正的龙灵 便被他融合进了体内 遮挡在心口的要害位置处 他也早就准备 将龙骨剑融合进体内 龙骨剑可是由一根真龙脊鼓 和一枚龙珠炼化而成 当年只是粗糙的剂炼 并没有伤气根本 所以融合起来毫无问题 融合那一枚龙灵 让杨开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他对龙骨剑也一直念念不忘 不过以前是实力不够无法融合 后来实力提升得差不多了 却又没什么时间 此刻竟又得到了一滴真龙之血 若能融合得当的话 说不定能够让自己 拥有一部分真龙之威 毕竟他体内可是存有 金圣龙本源之力的 杨开神色变换着 内心深处却是大为惊喜 直到此刻 他才发现 那装着龙血的玉瓶 也不是什么繁物 略一感知 便察觉到玉瓶内静止密布 而且森寒无比 这种寒冷奇特的狠 握在手心上 没有丝毫感觉 可当用神念查探 却似乎能将神石冻住 也唯有这样的一宝 才能束缚地注意低龙血 面色凝重地思索一阵 杨开并没有贸然开始融合 当年利用花妖诀融合龙铃 让他吃了很大的苦头 所以他准备先去查阅一些资料 再做打算 打定主意之后 他又将龙血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身形一晃 便出了小玄剑 接下来的几日 杨开一直在风陵城的各大店铺里游荡 甚至连黑市也去了几趟 那些从五色宝塔里 带出来的妖兽身体材料 都被他卖了出去 换取不菲的元金 之后 他又花费不少元金 购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点击 重返洞府 闭门阅读起来 自进入星界之后的遭遇 让他知道自己 必须得尽快地了解 星界之中的各种情报 所以这些点击虽然杂乱 却是他此刻正需要的 其中就包裹了介绍 星界各大宗门 秘境 势力分布 地形地貌 甚至还有一些药材图解 这些众所周知的信息 本就不难打听到 杨开花费几日阅读一番之后 总算是对星界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而其中有一些典籍 也记载了一些隐秘的信息 不过是真是假杨开 就不得而知了 可惜 他并没有寻找到多少 关于真龙一族的记载 只知道 在这星界之中 有一个龙岛 在那龙岛上 居住着许多龙族 倒是融合真龙秘宝 入体的信息 他找到不少 大多都说 需要特殊的功法辅助 而且是人而异 即便有人可能融合成功 若体质不行的话 也会被真龙秘宝反噬而亡 杨开觉得自己 应该没什么问题 特殊的功法 他有话妖诀 体质方面 他也足够强横 更兼备了金圣龙本源之力 融合真龙秘宝的条件 得天独厚 不过这事也急不得 他此刻最优先的事项 还是晋升到原境 一个大境界的提升 足以让他的实力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间一晃 半个月过去了 杨开走出洞府 来到了灵丹坊 按照此前与康思然的约定 进入灵丹坊的炼丝内炼丹 十天之后 当杨开练制好足够的灵丹 走出炼丹师的时候 康思然已经一脸笑容地 站在那里等候了 康掌柜 杨开微微抱拳 打招呼道 杨丹师 这次也有劳你了 康思然心情似乎很不错 笑容让老脸都起了褶皱 只是约定之事 康掌柜不必在意 杨开微笑道 看康掌柜的神色 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发生 这倒没有 不过 总部派遣来的两位丹师 已经在五日前到达了 原来如此 杨开心头了然 康思然一直在揪心着 灵丹坊的丹药供应问题 此前方内的所有丹师 都被对手丹器格给挖了过去 若不是有杨开给他炼制了几次丹 灵丹坊只怕真要关门大吉 现在紫园商会总部派遣来的丹师 总算抵达 也算是解了康思然的心头之忧 那可要恭喜康掌柜了 杨开微笑道 康思然默然一笑道 若是杨丹师能够留下 继续为丹坊炼丹的话 那老朽 杨开摆手道 康掌柜 这是怕事不行 我之前就曾跟你说过 我并非以炼丹为生 上一次之所以答应你 也是因为需要丹坊而已 如今 既然贵商会总部派遣的两位丹师 已经抵达 那么日后 我也不会再来炼丹了 康思然闻言 微然一叹 这倒是可惜了 其实以杨丹师的本事 若能专注练丹术的话 日后成就 只怕不会比总部的皇甫大师 差到哪去 杨开微微一笑 既杨丹师去意已决 那老朽就不再劝说了 你此前和这一次炼制的 灵丹数量不菲 该分成多少 原今老朽会仔细清算 届时让人送去你的洞府 多谢 杨开点点头 那再下到辞了 康思然点点头 与杨开一并朝外行去 半途中 康思然忽然道 杨丹师 老朽冒昧地问一句 你是不是很需要各种丹方 不错 康掌柜有门路 杨开眼前一亮 若是康掌柜 有我不知道的丹方售卖的话 我可以买过来 价钱方面必定让你满意 康思然一笑道 杨丹师对老朽有大恩 若老朽真有丹方的话 送你又何妨 何必说什么价钱 康掌柜没有丹方 杨开一脸愕然 康思然神秘一笑道 老朽虽然没有 但是老朽知道 有个地方应该有 而且 若那个地方是真的话 不但有大量的丹方 或许还有一位 炼丹宗师的传承 什么意思 杨开眉头一皱 这样吧 杨丹师你随我来 我跟你仔细说说 康思然想了想 引着杨开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不大片刻 两人进了房间之中 康思然让人奉上茶水 这才娓娓道来 听了半天 杨开才知道 原来康思然手上 掌握了一条信息 知道一处洞府的存在 而那个洞府 极有可能是一位 炼丹宗师所遗留的洞府 而这一条信息 他很多年前就知道了 只不过一直受限于实力 没有能力深入 却也打探过很多 更亲自去查探过 基本上有八成的把握 确定是真的 果真是炼丹宗师的洞府 杨开听得心头火热 急急问道 那不知道是哪位宗师的 公孙木 不知道杨丹师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康思然缓缓答道 公孙木 杨开眉头一皱 回想着自己前几日翻阅的典籍 隐约似乎见到过这个人名 不过并没有太详细的描述 康思然见他神色 那么肯定知道十大帝尊之中 有一位的炼丹术出神入化 登峰造极了 妙丹大帝 杨开眉头一皱 不错 十大帝尊之中 唯有妙丹大帝是以丹入道 成就无上巅峰 为人敬仰啊 康掌柜这么说 公孙木与妙丹大帝有什么关系 杨开若有所思的问道 那公孙木 便是妙丹大帝门下三大弟子之一 康思然微微一笑 杨开不惊变色 本来这等秘星 老朽是没资格知道的 不过这些年 我一直在打探那洞府的信息 所以才比旁人知道的多一些 公孙木是妙丹大帝的关门弟子 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位 妙丹大帝似乎对他甚是喜爱 只不过 不知道公孙木什么地方得罪了妙丹大帝 三千年前被大帝逐出了门下 最后隐居在南狱之中 落得个生死异乡的下场 真是可悲可叹 公孙木如此大的来头 康掌柜怎么确定那是他的洞府 杨开虽然心头震惊 但还是谨慎地问了一句 康思然一笑道 自然有老朽的原因 这么说吧 公孙木当年被逐出妙丹大帝门下的时候 身边带了一个仆人 那仆人只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不过后来被性情大变的公孙木给赶走了 而老朽得到的信息 正是从那仆人后代口中得知的 张家 公孙木当年身份显赫 所以 即便是他身边的仆人 实力也不低 被公孙木赶走之后 便自己隐居在南狱之中 娶妻生子 开枝散叶 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族 但这一代代地传下来 家族后人资质良有不齐 最终没落萧条了下去 直到百多年前 这个家族竟然只剩下一位传人 而那传人在被仇人追杀之时 为康思然所救 可惜当时 那人所受之伤太过严重 康思然根本无力回天 那传人在临死之前 将家族口口相传的秘密 欣然告知 这也是康思然能够得到 公孙木洞府信息的来由 颇为离奇曲折 不过杨开听了 倒是没什么怀疑 一来 他与康思然接触了这么些日子 觉得康思然为人还算不错 并非奸恶之徒 没必要哄骗自己 二来 这世上本就有许多机缘巧合的事情 即便是他自己 也经历了不少次 想了一阵 杨开道 若那里真是公孙木的洞府 倒是有一探的必要 不过 康掌贵为何会找上我 贵商会人才济济 比我实力高的人 大有人在吧 请那些人前去把握 不是更大一些 康思然呵呵一笑 杨丹师多虑了 我商会总部 确实人才济济 到原境强者无数 请他们一起去的话 无论成功几率 或者安全性 都会提升许多 但若真的如此 老朽又能得多少好处 杨丹师要知道 我这是私人的行动 并非商会之事 若真让总部的强者知晓的话 那里面的好东西 老朽连汤水都喝不上了 老朽一直的打算 就是找个与我实力 差不多的人一同前往 这一点还请杨丹师理解 杨开微微点头 道 康掌柜的顾虑我明白了 杨丹师能够体谅 实乃老朽之心 不知道杨丹师的意思是 杨开微笑 既然牵扯到公孙牧 这位炼丹大师 我当然也很心动 康思然大喜 既如此 那便如此说定了 不过老朽 还有一事相求 康掌柜请讲 康思然神色一素 鸣声道 若是那洞府内 还残有到原丹的话 老朽需要优先取一枚 这个没问题 杨开想都没想 欣然答应 康思然一正 似乎没想到杨开竟同意的这么迅速 面上不禁浮现出一丝感激道 多谢杨丹师成全 老朽自知资质愚钝 若无道原丹相左 这一辈子 都休想晋升道原境了 可道原丹这种东西 何其难得 这一次五色宝塔开启 老朽也与那三枚道原果无缘 若非如此 老朽也不会急着 去探索那一处洞府 不过杨丹师放心 不管里面有没有道原丹 所有与炼丹有关的东西 都归杨丹师所有 至于其他的东西 你我二人到时候再商议分配 好 杨开点点头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暂定一个月之后吧 一个月后 老朽在单方恭候杨丹师打架 老朽也要在这一个月时间 做一些准备 另外 城内还准备举办一场拍卖会 老朽想去凑个热闹 看是否能有所收获 不知杨丹师有没有兴趣同趣 康思然问道 城里要举行拍卖会 杨开乐然 是啊 康思然呵呵一笑 道 这一次我封灵城的舞者 从五色宝塔内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所以 城主大人便想着举办一场拍卖会 让大家互通有无 说不定在这拍卖会上 老朽还能看到道远国 杨丹师如今也是虚王三层镜 恐怕也该提前准备一下道远丹了吧 确实应该了 这拍卖会什么时候开始 在哪里开始 杨开问道 半个时辰后 杨开从林丹方里走了出来 对于那拍卖会 杨开没有说 一定去还是不去 只告诉康思然 届时若是有空的话 便去凑个热闹 康思然自然没什么意见 出了林丹方 他想了一下 并没有返回自己的洞府 而是静止地朝城外航去 不大一会 出了枫林城 杨开辨认了下方向 又朝北方玉空飞去 在距离枫林城 约莫三十里地的位置处 有一座庄园般的存在 庄园内部防射凌厉 占地面积颇为广袤 内部小桥流水 环境清幽 颇为雅境 杨开 只身从空中落下 神念扫过这个庄园的一部分 难难道 应该就是这里了 他之所以来到这里 自然是因为 要旅行之前 在五色宝塔之中 跟那个叫张高轩的家伙的约定 张家在枫林城内 也算是有点名气的家族 所以 他只是稍微打探了一下 便知道了张家的所在 张家的基业 并没有安置在枫林城内部 而是在枫林城外的此处 毕竟枫林城内寸土寸金 要安置一大家子人 也花费不小 但在外面建设外宅就不同了 虽然这里的天地灵气 不算太浓郁 可供一个小家族使用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杨开把眼一扫 就知道张家的人 应该有人略微懂一点阵法之道 在这庄园内 布置了一些简陋的法阵 聚集天地灵气 从张家家主张高轩手中 得到了一枚道圆果 杨开于情余里 都得来这里看上一趟 将张高轩的其他遗物和主妇带到 之前没什么时间 所以才拖到了今日 来到正门处 杨开正想扬声呼喊 却不想忽然从正门内部 击射出两道流光 气势凌厉 直取他的面门 在那两道流光后 两个人影也窜了出来 各自手掐灵绝 双目赤红 仿佛与杨开有什么 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样 一副杀之而后快的样子 杨开为之恶然 不过对方的攻击 他还没放在眼中 毕竟这两人的修为实在不高 一个反须两层镜 一个反须一层镜 即便全力一击 又对他能造成多大危险 所以他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曲起一根手指 往前方一弹 啪啪两声脆响 那席向他面门的两道流光 便轰然破碎 见此情形 那紧随而至的两人表情一呆 但很快 便面目猙獰地冲了上来 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并且也不知道动用了什么秘书 各自张口 喷出一口精血 一身气息暴涨 杨开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不等这两人再寄出什么秘宝 自身的御场悠然外放 煞时间 这两人便如被大山压住了一样 浑身僵硬 动弹不得 但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愤怒至极 望着杨开的目光 机遇喷火 这里是张家 杨开维持着御场的威能 压制着二人 淡淡地开口问道 这两人都是看起来 年纪约莫三十左右的男子 一胖一瘦 闻言 那胖一点的男子冷横道 何必明知故问 要杀就杀 无需废话 瘦一点的男子 虽然没有说话 可从他眼中流露出来的历色 却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张家出什么事了 杨开也不是傻子 见此情形 哪里还没有猜测 不禁眉头皱了起来 你这人真是啰嗦 既然是来为陆家办事的 又何必惺惺作态 胖一点的舞者冷哼一声 一脸的鄙夷之色 瘦一点的舞者冷笑着街道 陆百川那老皮肤道貌黯然 请来的人自然也是一路货色 三哥又何必奇怪 胖舞者大笑道 不错 是三哥我愚钝了 话落 还狠狠地朝杨开唾了口唾沫 杨开叹道 两位恐怕有些误会 我不认识什么陆百川 也不知道你们说的陆家 只是因为你们突然动手偷袭 我才还击的 你既不认识陆百川那老贼 为何又来我张家 就在这时 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忽然从庄园内部传来 紧接着 一个头发银白的老玉 手处着一根奇人高的墓障 在一个妙龄少女的搀扶下 一步步走了出来 而在老玉身后 还跟了不少其他人 那老玉年纪不小 脸上褶皱丛生 竟还有些褐色的老人般 目光如雷似电 逼试着杨开 杨开神念一扫 立刻就明白这老玉 有虚王一曾经的修为 而且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 跟人动手伤了根本 所以体内的圣缘有些紊乱 不过更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紧随老玉出来的这些人 竟是轻一色的女子 中年妇人 少妇 少女 甚至还有几个未长大的孩子 在场的男性 就只有之前偷袭他的 那一胖一兽的舞者 仿佛这个家族的男人 除了胖兽两人之外 全都死光了一样 杨开一挥手 散去自己的御场 放了胖兽两个男子 这两男子倒也识相 似乎是意识到 自己与杨开实力差距巨大 所以没再纠缠 而是身形一晃 就来到了老玉身边 呈护卫之势 警惕地望着杨开 在下杨开 见过老夫人 敢问这里可是张家 杨开抱拳行礼 不错 这里正是张家 老玉手中拐杖一处 沉声答道 是张家变好 杨开微微一笑 沉吟一下道 老夫人 你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怎给我一来这里 就出手偷袭 误会 老玉冷笑一声 是不是误会 那就要看你来此事 为什么人办事了 你之前 说你不认识陆百川那老贼 杨开摇了摇头 道 从未听过 但信 太祖母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若不是陆百川请他 他为何会在这个时候 来我张家 那老玉还没说话 之前被杨开禁锢的胖武者 忽然立刻一声 杨开苦笑不迭 老玉则是狠狠地 瞪了那胖武者一眼 立声道 老身做事 需要你来指手画脚 胖武者吓了一跳 连撑不敢 老玉这才将目光 重新投到杨开身上 神念扫事 待察觉到杨开的修为 比他高出不少之后 脸色微微一变 道 阁下修为高深 若真是陆百川请来的 怕是不会与我等多废话的 好 老身相信你 只是不知道 阁下到底为何 来我张家 我来这里 是受人之托 老夫人请看 杨开说话间 将一枚空间戒 朝老玉扔了过去 那老玉伸手接住 深深地打亮了杨开一眼 这才将神念 灌入空间戒之中 下一刻 老玉脸色一白 身躯猛地一晃 竟是仿佛遭遇重创一般 张口吐出一道血剑 本就苍老的容颜 一下子变得更加苍老了 你竟敢偷袭 胖武者大怒地抱贺 也难怪他会有这种误会 毕竟老玉 是在接住那空间戒之后 才忽然有这种变化 任谁都会以为 杨开在空间戒上 动了什么手脚 偷袭老玉所致 余下一些女子 也都神色凌厉起来 纷纷义愤填膺地 朝杨开望去 一个个体内力量跌宕 更有性急地 已经祭出了自己的秘宝 立刻就要朝杨开下手 面对这么一群娘子军 杨开也不禁有些头皮发麻 脚步一点 飘然后退 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住手 老玉忽然大喝一声 这些女子倒也很是听话 虽然不愤杨开的为人和作为 但在老玉一声下令之下 竟没一个在出手 太祖母 你怎么样了 你不要紧吧 这个时候 一直搀扶着老玉的那个妙龄少女 一脸担忧地问道 伸手在老玉后背处 不断地抚摸着 老玉摇了摇头 抬起眼帘 望向杨开的目光 已经没了敌意 而是充满了悲痛 苍凉道 敢问小兄弟 这空间界 你是从何人手中得到 杨开嘴巴如动了一下 传音入老玉耳中 老玉听得一呆 整个人再次亮枪一步 旋即才苦笑一声 命啊 虽然老生早有预料 但没想到 事情真的如此 母亲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有个虚王 一层进修围的 中年美妇 开口问道 你看看这个吧 老玉将手上的戒指 递给了中年美妇 那中年美妇接过 仔细打量一番后 俏脸也是骤然发白 待到以神念查探 内部空间的时候 眼泪水顿时速速地流了下来 身为张高轩的家人 自然认得空间界里的那些东西 如今张高轩的空间界在此 人却不见踪影 下场如何 任谁都能猜测得到 杨开望着这一幕 不禁心有所处 倒也没有开口催促 只是站在原地静静等候张家人 将张高轩已经遇难的消息消化完毕 其他人虽然不清楚具体内幕 但眼见老玉和中年美妇 都如此神态 自然心中也有了猜测 当下一个个神色黯然起来 许久 老玉才深吸一口气 望着杨开道 贵客临门 老神失礼了 请入内衣序吧 也好 我还有些东西要给你们 杨开点点头 当下 在那老玉和中年美妇的带领下 杨开来到了这庄园的一座大殿内 此刻 其他人都已经在门外等候 只有老玉 中年美妇和那个少女进了里面 少女似乎是专门服侍着老玉的 所以寸步不离 现在正站在老玉身后 拿一双美眸 好奇地打量着杨开 命人奉上茶水之后 老玉才道 小兄弟 之前有所误会 还望小兄弟念在我张家秃遭大便 不要见怪 没事 老夫人也请节哀顺便 杨开点点头 你试才说还有东西要交于我们 不知是什么东西 老玉问道 这个 杨开又取出一枚玉剪 朝老玉帝去 开口道 张家主临终之前 以神念在内部留下了一些信息 老夫人看过便知 老玉感谢结果 放出神念查探着 片刻后 又不动声色地 将之地给了那个中年美妇 待到中年美妇查探完之后 咬牙切齿地道 果然是陆百川那老贼 对夫君下的毒手 母亲大人 我要去为夫君报仇 听他这么一说 杨开这才知道 这个中年美妇 赫然是张高轩的妻子 而如此看来 这老玉赫然便是张高轩的母亲了 老来丧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 心情该何等悲痛 但这老玉 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调整过来 让杨开不禁有些钦佩 仇 当然是要报的 但你有这个本事吗 老玉冷冷地看了中年美妇一眼 媳妇确实不是那老贼的对手 但即便是死 也要啃下 那老贼一块血肉来 中年美妇迎牙紧咬 美眸之中充满了仇恨 说得漂亮 老玉冷笑不迭 只怕到时候 你想死也不成 还要凭遭侮辱 此言一出 中年美妇不禁脸色一白 还不给我坐回去 老玉狠狠地处了一下拐杖 威言喝道 中年美妇不敢忤逆 无力地跌回座位上 美眸似乎都失去了一丝神采 杨开见此 叹息一声道 老夫人 敢问贵族除了张兄在五色宝塔遭遇不幸外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 老玉闻言脸色一暗 点头道 让小兄弟看出来了 家门不幸啊 沉默片刻 老玉将家族最近一段时间遭遇的事情 娓娓道来 在封灵城这一片地方 张家与陆家一直交情不错 因为两家的老祖宗 当年是一起来到封灵城 一起打拼基业的 几百年传承下来 也算是好几代的失交了 这一次五色宝塔开启 两家家主张高轩和陆百川 更是结伴进入其中 而就在五色宝塔开启之后 两个家族中的小辈 更是相约前往一处地方历练 可不曾想 这一切 竟然都是陆家的阴谋 在那一处险地之中 张家后四死伤殆尽 陆家众人却是安然退回 这才造就了张家 如今一门富人的局面 那胖瘦两个男性舞者 当时也是因为闭关修炼 才幸免于难的 否则的话 张家只怕一个男丁都没有了 待到五色宝塔关闭之后 更是只有陆百川一人返回 张高轩不见踪运 而陆百川也一改之前的态度 回来之后 便频频对张家施压 越要让自己的一个儿子 迎娶张家这一代的一个少女 张若曦为妻 张家家主忽然失踪 家族众人忧心 哪会在这个时候 答应这种要求 更何况 老玉本身也对陆家有所怀疑 觉得之前的历练大有问题 所以便立刻回绝了 哪知道陆百川 却是直接撕破了脸皮 欲要强行带走那个张若曦 甚至还在张家大打出手 陆百川跟张高轩一样 都是虚王三层进的修为 张家如今一门古寡 哪里是他的对手 若不是老玉借助家族秘书 只怕如今已经没有张家了 现在得到杨开带回来的预见 其中有张高轩临死之前留下的讯息 老玉便知道自己的儿子之死 确实是陆百川下的毒手了 之前的一切疑点 也豁然贯通 老玉心中之悲 之恨 可想而知 杨开听了 一阵漠然 暗想 这应该就是一个家族 吞兵另外一个家族的惯用手段了 家族里男丁都所剩无几 还如何能够传承下去 只需要趁机结清 那日后 张家就会慢慢地被陆家所吞兵 从此之后 封灵城再无张家 不过 他心中多少也有一些疑惑 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失亡 张禄两个家族交好数百年 怎么在这一代忽然变了脸 这其中是不是还牵扯些别的什么 他就不得而知 也没有心思去多加询问 老夫人 玉解内的信息 你们既然已经看完 那么我与张家主之间的约定 你们应该也已经知晓 杨开忽然开口说道 老玉点点头 高轩在玉解之中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说小兄弟只要还住在封灵城中 便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答应我张家三个请求 并且 待那道圆果炼制成丹后 会给我张家一枚道圆丹 道圆果 那中年美副文言 悚然一惊 一声道 夫君他得到道圆果了 不错 杨开点点头 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张家主在五色宝塔内 确实得到了一枚道圆果 如今在我手上 这也是我与张家主的约定之一 老玉瞧了中年美副一眼 冷横道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我张家如今没有能力 保管道圆果这等宝物 更何况 他如今算是这位小兄弟的东西 中年美副面色一惊 素然道 母亲大人教训的是 公额明白了 老玉转头 看着杨开道 小兄弟你放心 关于道圆果之事 这世上只有我们四人知晓 再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小兄弟能够履行约定前来张家 老神感激不尽 对小兄弟你的人品 也信誉也相当敬佩 自不会再给你找什么麻烦 迎亲 听老玉这么说 杨开点头道 能这样最好 虽然他对道圆果的态度 是可有可无 但对其他的虚王镜舞者来说 可不是这样的 消息一旦传出的话 只怕真会引得 无数虚王镜对他围追堵截 甚至极有可能引起 道圆镜的强者出手 道圆果对道圆镜强者虽然没用 但哪个道圆镜强者 没有自己的晚辈和后四 老玉又道 小兄弟 若是不弃的话 不妨在我张家盘缓几日 也好让老神一尽地主之意 杨开皱眉想了下 觉得自己现在离开 怕是有些不妥 虽说自己 跟这个张家没什么交情 但是自己 毕竟与张高萱之间有些约定 如今张家面临危机 自己若是一走了之 万一那个陆百川在带人杀到 这一门孤寡 恐怕无力抵挡 倒不如趁现在 让他们提出要求 也好了了自己一桩心事 正这么想的时候 耳畔边忽然传来一阵古怪的声响 什么声音 那个美妇神色一动 侧耳倾听起来 杨开一笑道 似乎是敲锣打鼓的声音 美妇一正 一脸茫然 而老玉却像是想到了什么 长生而起 沉生怒喝道 陆百川 小兔崽子欺人太甚 虽然陆百川的修为要高过他 但老玉的辈分 却比陆百川长出一倍 所以这么骂他 倒也没什么问题 美妇脸色一变道 难道那老贼 老玉瞅了一眼 一直站在自己身边 尽心服侍自己的那个少女 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 道 别怕 太祖母在这里 陆家想抢你 太祖母是不会答应的 那少女倒也乖巧 虽然也隐约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但神色并不见多么慌张 而是摇了摇头 低声道 太祖母 要是若曦能为家族抵截消灾 就让若曦去吧 说的什么浑话 老玉冷哼一声 把拐杖重重一出 你祖父 你父兄皆死在陆家人之手 陆家与我张家之仇不共戴天 太祖母又怎会将你推入火坑 你放心 太祖母今日必保你平安 他们这么一聊 杨开立刻明白 一直服侍着老玉的那个少女 便是陆家要的那个张若曦了 之前杨开就用神念查探过她的修为 只有圣王一层镜 连反虚镜都没有达到 修为低得可怜 而看她的年纪 大概在十四五岁的样子 这样的年纪 这样的修为 在新界之中 其实很普遍 而且 她虽然长得清秀可人 但也不是什么霍国殃民 颠倒众生之色 也不知道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居然能让陆家如此上心 或者 她根本就是陆家随便选择的一个 用作吞并张家的棋子而已 杨开眉头微皱 有些不明所以 就在这时 老玉将目光转向杨开 宁声道 小兄弟 老身有个不情之请 杨开点头道 老夫人请说 老玉道 小兄弟修为不俗 但那陆百川的修为境界 与你相当 真的拼斗起来 对你并无好处 老身不求你斩杀此人 为我张家报仇血恨 只想请你出面 保我张家这次平安 老身感激不尽 这算是一个请求 杨开笑盈盈地问道 正是 老玉正色汗手 那中年美妇和张若曦 也一并望着杨开 一脸的祈求之色 毕竟眼下张家 实力最高的两人 也只有虚王一层镜而已 而且 老玉本身 因为上次施展秘书元气大伤 现在根本没有能力 跟陆家抗衡 若杨开撒手不管的话 那张家这次 就真的大祸临头了 可是陆百川的修为 跟杨开一样 他们也不敢确定 杨开是不是真的能履行 与张高轩之间的约定 出头庇佑张家 毕竟哪个舞者 愿意毫无缘由地得罪一个 跟自己同境界的存在 一时间 心里忐忑极了 却又不敢多说什么 这个请求 杨开轻笑着 让大殿那三人的一颗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可以答应 老玉顿时呼了口气 美妇和少女 也都心情一松 两双美眸里 满是感激之色 不过老夫人 我这次正好在张家 可以保你们一次平安 但若下一次 我不在张家呢 万一陆家又来人寻幸 你们该如何是好 我不可能一直住在这里的 杨开淡淡道 老玉眉头一皱 威然叹道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杨开沉声道 老夫人就没想过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 老玉看似浑浊的眼睛 漠然一亮 宁声道 小兄弟有把握 陆家人多势众 可不是陆百川一个人 可以试一试 杨开眯眼道 老玉一正 上下打亮了杨开一眼 似乎要重新审视他一样 持一片刻道 若真能如此 那张家上下 必是小兄弟为恩人 早晚一炷香 成婚三叩手 祈求上天保小兄弟一世平安 这倒不用 杨开笑了笑 不过 我们得重新商讨 一下条件才行 条件 老玉一正 玄机苦笑道 不知道小兄弟想要什么 我张家恐怕没有什么 能入得你的法眼的 老夫人误会了 我不是要什么 杨开摆了摆手 只是这么做 对我来说也有一定的风险 而且我也不喜欢 被什么约定束缚 这样吧 我若是真的能将陆家铲除的话 那我与张兄此前的约定 就算完成了 日后你们 也别再向我提什么要求 怎样 小兄弟的意思是 老玉若有所思起来 要么 我这次保你们平安 算是完成 你们一个要求 你们还剩下两次 向我提出要求的机会 要么 我替你们报仇血恨 算是三个要求一并履行 你们自己选好了 老玉闻言 大喜道 老生自然要选第二种 若小兄弟 真能替我张家报仇血恨 日后也没有需要 麻烦你的地方了 可以是做你完成 与高宣之间的约定 不但如此 老生还另有重险 好 那就一言为定了 杨开嘿嘿一笑 心情大好 骑身道 你们就等好消息吧 说话间 已经朝门外走去 小兄弟 切身给你掠阵 那中年美妇 自告奋勇道 话落 杨开身形晃动间 已经不见了踪影 快扶我出去看看 老玉激动地站起身来 冲身边的张若曦道 后者连忙搀扶起老玉 急步朝外行去 张家庄园外 热闹非凡 一支队伍 敲锣打鼓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庄园门口处 另有八人 抬着一顶花轿 一看便是迎亲所用 那些箱子之中的东西 自然就是彩礼了 而此刻 这个队伍便停歇在庄园外 为首的一个 是有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 看起来四十多岁的样子 眼神明亮 一身气息深忧 赫然有着虚王三层镜的修为 在这中年男子的身后 另有一个青年 身穿大红洗袍 笑眯眯地站在那里 修为不高 圣王三层镜而已 年纪也不大 十六七岁的样子 一脸的喜庆 颇有些被幸福 冲昏了头的样子 迎亲的队伍 正在与张家 一门孤寡对峙 张家众人目光喷火地 望着那八字胡男子 和他身后 穿着大红洗袍的青年 一个个表情愤怒 体内力量翻滚不停 却涉于实力差距 不敢贸然出手 陆百川 你竟还有脸来我张家 之前那个偷袭过 阳开的胖舞者 咬牙冲八字胡男子喝道 往我张家 与你陆家世代交好 而等竟还如此狼子野心 手段残忍 杀我张家弟子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陆百川淡淡地 看了胖舞者一眼 道 小辈 老夫今日是来迎亲的 且不与你计较 让程伯母出来说话 你还要连喊程伯母 那受舞者忍不住 讥笑一声 陆百川 老子今日算是长见识了 才知道 你们陆家人的脸皮 竟比城墙还厚 佩服 佩服啊 小辈找死 陆百川好歹也是个 虚王三层进强者 被两个后辈的反须 竟当面叫嚣 哪还忍得住 当即怒喝道 你在谁面前自称老子 没大没小 说话间 伸手就朝那 受舞者抓了过去 受舞者脸色一变 拼命催动自身圣员和市场 同时急速朝后退去 想要避开陆百川的这一击 可任凭他如何努力 竟也无法催动自身的力量 反须一层进 和虚王三层进之间的实力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 陆百川随便伸根手指 都能将受舞者碾压至死 眼看着那一只手便要 抓到自己的头颅 受舞者顿时一脸疯狂地 爆合起来 陆百川 老子今日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好过 说话间 竟掐动起灵觉 被压制在体内的力量 忽然跌宕起来 自爆 陆百川眼角一抽 冷哼道 在老夫面前 你还想自爆 也罢 今日既是掏儿大喜之日 就该添点喜色 小子 拿命来吧 他大手一晃 竟瞬间化为一张遮天黑幕 将受舞者笼罩在其中 受舞者当即面如死灰 面色骇然 他发现自己此刻 连自爆都有些来不及了 而就在这时 受舞者忽然发现 那遮蔽住自己的黑幕中 暴射出一点光芒 旋即如镜面一般破碎开来 与此同时 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 陡然间消失不见 他大喜之下 脚步连点 不退反镜 同时体内力量狂暴 紊乱起来 大有马上要爆开的架势 够阴险 反须一层镜舞者的自爆 虽说威力不俗 但想要威胁到 虚王三层镜强者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 受舞者的自爆 顶多也只能让陆百川 灰头土脸而已 不过他这种疯狂 却让陆百川为之一领 而更让陆百川感到惊疑的 便是忽然出现在 他面前的一个青年了 这青年刚才优异出现 便随手一招 瓦解了自己的玉场和攻势 就吓了张家的受舞者 横荡在自己面前 从对方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陆百川感觉到 这人一点也不比自己差 张家什么时候 又多了一个虚王三层镜 陆百川百思不得其解 也不敢贸然出手 匆忙后退 杨开淡淡地望着他 也没有追击的意思 而是伸手 在那受舞者身上一拍 他体内狂暴的力量 顷刻间便冰箫瓦解 整个人踉跄了一下 险些栽倒在地上 抬起头起来 受舞者一脸茫然地 望着漠然出现的杨开 好一会才回过神 老三还不快回来 那胖舞者 却是出了一身冷汗 连忙冲受舞者招呼道 阁下何人 陆百川凝视着杨开 本能地感觉到 对方的不好惹 不由地沉声问道 你似乎不是张家人吧 杨开笑着摇头道 不是 那你是什么人 为何要管张家之事 陆百川皱起了眉头 刚才杨开随手的一招 就让他意识到 杨开的实力不逊于自己 所以并不是太想与杨开为敌 只能先打探下 他的来历和张家的关系了 因为一些原因 张家的事 如今就是我的事了 杨开嘿嘿一笑 陆百川道 朋友这是何意 既然要管张家的事 总该说出个缘由吧 而且 老夫今日是要迎亲的 可不是要与张家为难 朋友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陆百川 你休要花言巧语了 我夫君被你害死在五色宝塔 死仇不共戴天 就在这时 手持着一柄利剑 从庄园里杀出来的中年美妇 立何一声 出现在了杨开身边 陆百川闻言一笑道 嫂夫人 张兄之死 陆某也很遗憾 但是此事真的与陆某无关 要我如何解释 你们才肯相信 这位小兄弟 已经带回了家父临终前的遗言 你还想狡辩 终年美妇 把手一指杨开 咬牙喝道 陆百川眼帘一缩 立刻转头看向杨开 你在五色宝塔内 见过张兄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 神色间竟有些惊喜之色 仿佛这个消息 对他来说 竟是个好消息一样 杨开坦然道 是见过 不过 你这么高兴干嘛 嘿嘿 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陆百川脸色几近变幻 低声道 若是如此的话 那东西岂不是在你身上 你果然是想到了 不错 那东西是在我身上 你想怎样 杨开大喇喇地望着他 此刻 终年美妇的脸上 默然浮现出一丝懊恼之色 暗暗责怪自己 有些口不择言 竟然暴露了杨开 得到了道远果的秘密 毕竟陆百川和张高轩 是一起进入五色宝塔的 而且在宝塔内部 也有过接触 说不定 还是两人一起发现的 那道远果 美妇即便没有亲口透露 道远果在杨开身上的消息 但以陆百川的精明 哪里还推断不出来 看样子 你是因为那东西 才对张兄按下杀手的呀 杨开一脸鄙夷地望着陆百川 哼 就算没有那东西 我也会出手 不过 这是我陆章两家的事 如今那东西 既然在你身上 陆某倒是有些话 想跟朋友说一说 什么话 杨开饶有兴致地望着他 陆百川顿时神色一领 嘴唇如动 传音起来 而就在这时 杨开忽然神秘一笑 纵身一跃 飞上了高空 而在他有所行动的一瞬间 地面下竟然有一条漆黑的小蛇 破土而出 无声无息地 朝杨开小腿处咬去 却一下咬了个空 在场诸人 竟是无意人发现 这黑蛇 到底是什么潜入地下的 直到他暴露了行踪 才紧张地呼喊起来 朋友够阴险 杨开居高临下 冷笑地望着陆百川 看样子 张兄就是这么被你偷袭 然后独发身亡的吧 说话间 杨开屈指一谈 一道金血丝鸡事出 化为金丝 杨开竟如此激紧 竟能避开那么隐蔽的一击 他当初在五色宝塔内 暗算张高轩的时候 可是一下就得手了 见机不妙 他口中轻笑一声 那黑蛇立刻便如得到了什么命令一样 欲要重新钻入地下 可是已经迟了 金血丝缠绕过来 将这灵蛇死死勒住 痴痴 蛇心吞吐着 任凭黑蛇如何挣扎 也依然摆脱不掉金血丝的缠绕 而随着金血丝越勒越紧 黑蛇的皮肤和血肉被勒出了伤口 鲜血潺潺流出 住手 陆百川大呼间 一下子寄出一柄小锤 体内原力往锤中灌入之中 小锤表面立刻闪烁起幽蓝色的电弧 紧接着就化为凶猛的电浆 朝阳开轰击过去 阳开眼帘一缩 意识到那小锤 必定是件档次不俗的秘宝 也没有贸然硬抗 身形晃动从原地避开 嘶嘶之声传来 伴随着几声清脆的脆响 那被金血丝勒住的黑蛇 终于被切成了好几节 尸体滚落在地上 几节蛇身扭曲如动 头颅处蛇心依然吞吐 看起来凶猛恶毒极了 可这样的伤势 他是必死无疑了 我的灵蛇 陆百川就仿佛被人抢了妻女一样 张口呼喊起来 双眸陡然变得赤红 愤怒地望着躲避在空中的阳开 嘶吼道 杀我灵蛇 我要你死 说话间 一身原力不要命地 朝手上的小锤中灌入 咔嚓咔的声响传来 宛若平地起惊雷 那小锤上光芒狂闪 周边的天地灵气漠然动荡 陆百川将手上小锤一抛 那锤子竟携带着毁天灭地般的恐怖威能 化作电网朝阳开照去 小兄弟小心 陆家的雷锋锤 是虚王级上品秘宝 不可硬汉 张家老玉的惊叫声从下方传来 他在张若曦的搀扶下 也终于走了出来 恰好见到这一幕 当即开口提醒 杨开哪会去应接着秘宝的威呢 雷锡力量向来狂猛霸道 纵然他肉身强大 也不敢轻音其风 食指连弹间 数十道金血丝飞射而出 在半空中化为金网 迎上了雷锋锤 随着时间的流逝